那很多的花友呢不会养花 说从网上刚买了花 回来以后怎么养 那我给大家分几种形式吧 一个是像这种 像这种 像这种叶的草本的 大家可以去换盆 它的换盆标准是什么呢 你打开去看 看根系看到没 根系如果说长满了你再换 像这种都不满 那你就再养一段时间 你已经拆散了呢 咱就可以换 是可以换 根系长满了是要换 你不换它就时间长了 它就浆苗啊 有话说浆苗啥意思 就是它根系没有 没有地方去长了 长的长的就不长了 还有一个呢 就是这种木本的 木本的也是相同的道理 你看根系 你这样 刚才那个有点暴力了 你这样打开慢慢地打开 看根系 你要这种情况是可以换 根系长满了就必须换 尤其是木本的 你像茉莉这些个 枝子这些 如果说在夏季高峰呀 方方面面 它这个最先干死的 它都是表层的这些根系 然而呢 它最好的 最有生命力的也是表层的根系 所以说这个江苗的一个重要的点 还有一个就是光照这个事啊 你拿回家以后呢 如果是木本的 你就正常晒太阳 你没摸一摸这个水 摸一摸这个干不干 干了你就浇 你别问那些 如果说你家里面通风很好 你像我这样 你看这个叶子吹的都冻 那你就使劲晒太阳 使劲浇水就行 你通风不好的臭板呢 就适当的遮阳 稍微的控水 还得用一些杀菌药 你的环境是很重要的 明白吗 还有一个就温度这个事了 夏季高温 一定要遮阳 就放到凉快的 那树底下 那你就正常的浇水 给太阳给太阳 中午遮住 你像冬天 买花的也少 冬天 冬天你就放到室内 先别着急浇水 因为冬天水分会发的慢 如果说你们家里面 就是不干不浇 还是那句话 如果说像这种 有点潮 你可以浇 通风好是可以浇 通风不好 咱们晾两天 就这么简单 肥料别着急 你像植物啊 跟人一样 人是一天吃三顿饭 植物是一个月吃三顿饭 你饿了一个月 没事 一个月别失费 一个月之后再说 没啥了呀 温度很高了 放树底下 温度很冷了 放屋里 屋里边通风不好 先暂时别浇 摸着盆土干了就浇 通风很好 很完蛋就浇 看长势 植物长势很好 很喜人 是非 不喜人 别失 用意料 别关注呗 每天给大家分享 有点的养花的知识 我是老婆姨 养花的知识 别的说话